大家好,您好,感恩菩萨,感恩台长 我想和您分享一个事情 前几天的时候我听到海外同修 他分享时间念诵 三个月的四十九遍网声咒和四十九遍解决咒 然后将身上的小灵性超度到善处的事情以后 然后意念就闪现出来 我也想试一下 因为我平时感觉我的耳朵脑袋后背很不舒服 尤其是耳朵 很小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 妈妈你带我去看医生 我耳朵里有虫子 然后就是二十四号 就是这个周一的时候 我就和菩萨学院说 我坚持念诵三个月的四十九遍网声咒和四十九遍解决咒 然后就提醒菩萨慈悲我将因我过去吃海鲜 就是小时候去那个抓那种斗虫 然后炒作便补青亭 夏天打那个蚊蚓 而洗去了小生命 则化解我与他们的冤结 便让他们往生到善处 我就真心知道错了 然后我会把这种真实的感受分享给更多的人 然后并把这次要搬家转出 出去的家具全部拿去放生 就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杀生不吃素就很可怕 就当那个周二晚上的时候 就我再次在他面前念诵这些经文的时候 就意念就闪现出来 就是我的耳朵地方就很多 那种高考的时候就过节的时候 就我包皮的那种小虾仁 然后长大以后吃的那种小龙虾 然后儿时就放学在路边摆的那种 就螺丝肉嘛 然后大学的时候去威海 然后就在那个餐桌上吃的那种海利子 然后平时炒菜炒的那种一盘盘的嘎啦肉 就都追在了那个我的耳窝处 就所以我的耳朵听了就 就不好嘛 还特别疼 就有时候还会和就飞蝴蝶一样的 就扑通一下有东西飞出的那种感觉 然后有时候还耳鸣 再后来的时候 就是就到那个头部了 我就感觉就全部起来 就叠起来那种小螃蟹 然后以前去青岛玩 就在青岛买那种一盒一盒 那种迷迷小螃蟹 还当零食吃 然后我就感觉他们就好多 都夹着我的那种脑瘦管 然后所以就是脑子 有时候就很怒 然后就想法也很多 就很奇怪 然后就爱穿那种鸣脚尖 然后思维也很乱 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 就到了那个背部 就都是一些小时候吃的那种小鸡鱼 一条一条的 还有吃的那种拔鱼 就是饺子里面一块 一小块一块 小块那种拔鱼 就还吃的那种大闸蟹 就感觉 然后再就到整个身体 就以前吃的那种牛羊猪肉什么的 就一块一块都附在我的身上 就以前的时候 我就不觉得自己 就吃了很多那种海鲜和荤蔬 我还觉得我自己不爱吃这些东西 但是就现在这医院到了以后 我就觉得 就太可怕了 就自己就造了这么多的业 就是真的很可怕 然后就到周三上午的时候 然后我在拜菩萨的时候 我就和菩萨说 就我想打算下个月去拜台上的一事 就自己身上只是因吃荤食的业 让你这么重了 然后要赶快消掉 就不然台长会帮我背很多业 然后我就说 我想把那个这个愿望改成 对一个月内每天念中 108点解决咒和108点往生咒 就提醒菩萨 然后帮我尽快化解他们的缘解 然后将他们操作到善处 然后我就会把菩萨念了一口经以后 然后我就开始向菩萨 就是行108个那种大礼拜 然后就心情忏悔和感恩 就当我行大礼拜的时候 我就感觉 就一群群那种小螃蟹 就从我的身上 就爬到头上就出去了 然后一条那种很大的大黑衣 就好像是眼影 我也不知道什么 然后就从身上也是游过去了 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就和菩萨学员说 要把这个感受分享出去 然后就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就梦到在一个很高 很高一山天空的地方 就有一幅温泉区 然后观音堂修得比较好的 两位同修 就让我和他们去一起去套温泉 然后居然吃了很多花瓣 然后我就和他们说 我先去拿一个其他手洗头发 洗干净 我们一起去听师父讲法 然后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拜菩萨的时候 一面就告诉主 我说就念的经文起效果了 就已经在帮我消夜了 然后拜菩萨的时候 就念经 因为一面还闪见出来 就是以后真的不能再吃婚 再杀生了 你还吃啊 就都会帮你 我没有 我已经吃那个全素了 就然后这一年 这种都是很简单啊 你要是不吃 你去看看现在医院里要死的人 全部满脸爬着螃蟹 我上次去看一个病人 看见他满脸全部都是瞎 所以他每块基督都在跳跳跳 全是瞎在里面跳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不要开玩笑 我告诉你 一分夜一分杯啊 自己造业自己杯啊 没人替得了的 对 而且那个就意念还闪现出来 就是说尤其是咱们修佛的人 就更不能吃婚杀生 因为修佛的人比那个不修佛的 就业障会更重 然后观世音菩萨他圣号的 就南无后面的前两个字 就是大字嘛 然后所以就是说作为一个同修 就作为一个修佛的人 你还在吃婚 就在间接杀生 间接杀生 然后你的慈悲先都去哪去了 就是说离菩萨位就比较远了 然后就是感觉就真的很可怕 就是说分享出来 很好了 分享们总有功能 好了